歡迎打開Robin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BPN 這是一部法國電影代表法國參加今年奧斯卡的最佳外語片競賽部分 也在坎城影展得到了評審團大獎 影評人費比錫獎還有酷兒金鐘禹 導演是羅賓坎皮略 這部電影講述了1980年代的巴黎 愛滋平權聯盟、對抗政府、藥廠還有社會偏見的故事 並且以一段愛情關係為軸線 帶我們看見那個時空下的他們 要怎麼介紹這部電影呢? 我要說它不是一部好萊塢式架構劇的商業片 或者說它不是一個在講簡單一個故事的電影 當然主要是有兩條故事線 一個是愛滋平權聯盟抗爭的故事 另一條是兩個成員在組織中所發展出來的愛情故事 但更多會讓你看到的是在這兩條故事線發散出去 看見更多的東西關於生命、疾病、人權、愛情、欲望 還有社會對應 當然這是一部關於同志還有愛滋病的電影 其實關於這兩個議題的電影是還蠻多的 像是《費城》或者是《藥兵俱樂部》 但是這部電影比較不同的是它讓你看見 當時真正在為這個疾病所努力的這一群人 在三十幾年前這個病毒還沒有辦法被控制下來的時候 在法國有全世界最多的愛滋病患 那個時候的愛滋病跟現在是很不一樣的 很多年輕的生命因此而死去 導演羅賓盤疲樂他依照自己親身參與這個愛滋平權聯合的經驗 拍出了這部電影 他不是要控訴什麼 他不是要照聲 他不是要記錄一段英雄事蹟 他只是想要很真實地拍出那一場運動中的那群人 讓你看見他們的生命力 在某些段落的時候在攝影上看起來會有一點像在看紀錄片的感覺 以及我們看見很清楚很完整的這些人的行動 看似玩樂又帶著憤怒 很有目標的想要表達他們的意見 當然他們是很沒有禮貌很左派的 如果你是那些他們抗議的對象 你一定會是非常受不了的把他們貼上報名的標籤 導演在這點上面並沒有明化他們 但這就會讓我們在他們身上看到所謂的自由 同時也在導演的鏡頭之下看到 這是他們熱愛生命的表現 他們沒有那麼長的一輩子可以等了 沒有時間可以浪費 他們必須很努力很強烈的表達他們的聲音 或許只是很簡單的他們不想死 我很喜歡這部電影裡面滿多開會的部分 你可以看見他們是怎麼尊重每一個人的聲音 包容各種不同的意見 然後取得共識 看起來不是很理想的會議過程 抗議活動中也常常發生失控的行為 但我覺得這是劇本中拿來對比政府的一個理想 每一個人應該勇敢的為自己站出來 竭盡所能的發出自己的聲音 沒有過去勇敢反抗體制的人 是沒有所謂的現代社會的 據名BPM是每分鐘120拍的意思 120 bits per minute 也代表著每分鐘120下的心跳 有上過跑步機的人就會知道 每分鐘120下的心跳大概是什麼樣子的狀態 裡面的這一群角色他們在每一次抗議活動結束之後 都會接著一場電影舞會 BPM也代表這個電影舞會中音樂的節奏 生命的跡象就這麼跟著音樂、舞蹈、派對 通通結合在一起 畫面中熱力四射的每一個角色都舞動著身體 把握自己還能活著的每一天 兩個主角之間的愛情是這部電影中讓人比較開心的部分 同時結局也非常的揪心 這場戀愛算是這部電影整個故事當中一個附屬品 但最後的結局利用了這條故事線 給出了非常有力道的結局 我非常喜歡結局之前的一大段 所有的人陸陸續續的聚在一起 完全沒有衝突、沒有戲劇性 用很寫實的力道去呈現那一段 BPM是一部讓人感動 同時又會很有感受的電影 它不是一個愛滋病的宣導劇 而是很忠實的記載了那段時期底下的人發生的故事 他們身上不管是好的、壞的、乾淨的、肮脹的 都會在這部電影裡看到 是一部不錯的電影 如果你不對這個題材感冒的話 如果你願意嘗試一下不那麼好萊塢的法國電影的話 這會是你不錯的選擇 BPM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在這裡推薦一部電影 如果你喜歡BPM的話 這部電影叫做 同樣的用AZD抗艾滋病的年代 但是不一樣的國家 不一樣燃燒自己的方式 當然這部電影很有名 去找網路上面很多資料 我是不用多介紹才對 但是我想說2018年 可能有蠻多人沒有看過這部電影了 所以在這裡還是再提一下介紹給大家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影片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還有把它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 你有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 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 再按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的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羅比頻道 祝你有個美好的一天 我們下支影片見了 掰掰